今天渡姥姥要去种青菜了 这个菜长得非常的快速 三个星期就可以开始吃 又香又嫩 能够采收一整个冬天 先装上两桶融加肥 这些是熬好的鸭粪和木屑的混合物 拿好菜种子 出发去地里 姥姥在地里干活不寂寞 两只狗子如影随从 随便选一个边角上的地 这个菜一点不挑递 前屋后院 田间地头都可以种 能加肥均匀的撒上 底肥加得多 蔬菜长得好 土壤也会越来越肥沃 每次种菜 兔姥姥都会把底肥加得足足的 然后灰的锄头除土 既可以松了土层 又可以把肥料拌进土里 这是姥姥横骨不变的种菜流程 原始简单 一把锄头就可以统治一块地 墨了把菜笼整理一下 表面再抹平 小细节也要认真做好 接着按照种菜的见据 给开挖出小槽来 距离看样子是一直不到 姥姥做熟练了 不用测量 眼睛看一下 挥一挥锄头 这些小槽就开得均匀又整齐 以后种下去的菜也会像列队一样整整齐齐的 好了我们的主角终于登场了 这些是姥姥保存了大半年的分葱头 磕磕饱满 季节到了 有些葱芽已经长了出来 葱头几颗一簇 种的时候掰成一两颗 葱屁股朝下 手指头捏着 按进土里 流出顶尖 露出地面 葱头的距离大概半尺左右 分葱洗凉不耐热 每年入秋的时候种植 一直长到明年的春天 夏季炎热的时候会进入休眠 从生长的第一天起 分葱就能不断地分生出新的植株 每一颗植株长了三四片叶以后 又继续分裂出更多的植株 所以分葱不会长得很粗大 但是数量会越来越多 想吃的时候拔掉几颗 留在地里几颗 剩下的还会继续分化生长 分葱种起来非常的容易 长得快 几乎没什么病虫害 所以在我们老家 几乎每家每户 入秋的时候都会种一些 什么时候想吃 院子里薅一把就可以了 种好了 兔姥姥收工回家 剩下的交给时间就行 第二天分葱就迫不及待地 长出了新芽 三天四天肉眼可见地长高 这时候已经开始分生出新的植株了 满一个星期了以后 都有半尺糕了 分葱也不是万能无敌的啦 有时候你会看到像这样子的情况 叶子发黄 叶间干净 长势缓慢 这是兔姥姥最早种的一批分葱 有三个星期了 开始长得好好的 现在却不对劲了 是出了什么问题了吗 缺肥干旱 再加上炎热 分葱长得不见人意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兔姥姥给葱 再撒点农加肥 这个肥已经是偶除了的 可以多加点 不会烧苗 然后用小锄头 在一排排葱之间的空隙上 一边松土 一边把肥混进土里 肥进到土里 才能进一步分解 蔬菜也才能从土里 吸收到养分 最近降雨突然变少 烈日暴晒 火源里的土地变得很干燥 蔬菜一下子被晒得若惊无彩 大哥和杜姥姥 已经着手准备装上滴罐了 到时候我们的蔬菜 包括这些葱 给足了水 一定会长得更加的旺盛 这可不是小的工程呢 我们给大哥和杜姥姥加油吧 别忘了留言 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